你好 欢迎收看2月22号的观点下新闻 我是玉威 全台独特的神明禁港文化祭将在3月2号野柳热闹展开 除了水里来 火里去的百年传统宗教仪式 今年更祭出千份小卷达人料理及新鲜鱼汤公民众来免费品尝 还可以带着毛宝贝一起来祈福晋升 跟狗狗一起在桃板按下手印 带回满满的福气和幸福记忆 因为我们这个神明禁港 就是代表我们有移民的勇士们 当你从水里来 火里去 勇敢地以寒冷的冬天往水里跳 祈求我们都有平安 疑惑丰收的一年 今年一样也是一样 争求百人勇士 另外今年是象征旺旺的狗年 师傅特别已开张圣王家持过的海水设置岸上祈福晋升区 邀请狗爸狗妈带着毛宝贝一同来祈福 不用跳水师身就可以获得开张圣王的加持 以及限量200分的纪念首摩陶板 以前是我们自己的庙的基盘 没有说很很好 先感谢我们祈福 这几年给你们做得很好的时间 每天都给你们看得很幸运 非常感谢 我希望我们全国的朋友 来我们这个部安庄 给你们看我们这个市民一天 为了我们的毛宝贝 特别加持 海水加持过 所以我们市民 要来拜拜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毛宝贝砍 可以来开张圣王加持的海水 夾一下 砍他们 再次赶在桃板做一个纪念品带回家 神明镜港百人跳水的勇士晋升祈福活动 也是每年文化季的一大看点 许多曾经参加神明镜港活动的跳水勇士 都有好事发生 今年也特别在上岸处准备了 祈福加持过的爱草与天然海盐 开运热水澡与仙田小卷舟 让跳水勇士在开张圣王的保佑下 好运一整年 见方很江市伍长报道